BNT疫苗最快8月下旬出貨抵台 追蹤星野鬆口證實 將優先開放12到17歲的學生接種 為9月開學做準備 BNT的話OK啊 你們願意打BNT嗎 願意啊 你要看吧 你要看什麼 人數吧 還有就是有沒有什麼後遺症之類 國際中那個小朋友打的案例比較 打的那個接種的比較少 數量很少 對啊 所以先不考慮 部分家長和學生依舊憂心 還要觀望 但為了方便施打 到時將採流感疫苗接種方式 直接到校園作業 而未成年學生 也需要家長的同意書 提早蒐集是個問題 一線醫師更坦言 冷裂保存也是關鍵 以流感疫苗為例 只要在2到8度即可 但BNT疫苗要負60度以下 超低溫冷凍保存 因此必須當天迅速打完 那如果沒有辦法說很明確的知道數量 反而讓這個疫苗在配送的過程 因為他會擔心有一些需要 冷鏈保存跟配送的 這個要求會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那假如再多次配送 有可能會影響到疫苗的品質 15 16歲或者是這種 17 8歲的小朋友 基本上他們可能對疫苗的接受度 或者是耐受性上也相對會比較高 醫師建議 從年紀大的開始施打 不適感會少一些 要是打完後出現不良反應 根據國教署規定有疫苗假 5月發函顯明 學生從接種當天到次日都可以請假 校方不能拒絕 也不得列入駕別 隨著開學腳步逼近 學衛中心炸快學生施打其成 讓這123萬青少年都有保障 巴拉新聞馬仙宜 張宏龍台北採訪報導 民生包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